小朋友家長老師拿著水槍水球水桶互相潑水 這不是單純的玩水 而是幼兒園的結業式活動 最後一天的上學日碰上高溫來襲 要讓小朋友好好消暑 幼兒園每人發二十顆水球 舉辦水球大戰 結果有家長怕小朋友玩得不過癮 又加碼上百顆水球 並且和老師甚至是園長一起下場參戰 除了能夠讓小朋友好好釋放壓力 園長也期盼 透過小朋友最喜歡的玩水活動 讓他們在學校的最後一天 也能開心地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是新聞武林安長春風 吳建宏與您報導